再来看一条事故消息 在昨天晚上的6点左右 在浙江省离水市靖云县 一个叫做南弄的村庄附近 有一架飞机坠毁 据目击者称 当时大雾能见度低 空中一个庞然大雾坠落后 起火爆炸 随后当地救援部门进行了抢救 目前飞机上机组人员的死伤情况不明 而现场的一名政府官员介绍说 坠毁的飞机并非是民用飞机 而空军的有关人士则表示说 截至昨晚 空军还没有收到军机坠毁的消息